手持盾牌大聲呵斥 要裡頭所有人通通不准動 衝進屋內把燈打開 裡頭男男女女看到圓景全都嚇了一跳 個個趴在地上不敢輕舉妄動 只能乖乖就範 十四號凌晨三點多 二十九歲的黃姓男子 到台南安平的酒店消費 與二十六歲的陳姓男子 發生糾紛 雙方互相 相約到附近的烟酒行外 要進行談判 但過程中爆發更嚴重的 衝突 陳姓男子先率中雜電 警方獲報後立刻出動 不只一樓人馬招待 還在二樓查獲 三十一發子彈以及毒品 一共逮捕二十一人到案 大門玻璃碎裂一地 就連門口兩輛車都慘遭波及 車窗擋風玻璃全都被砸毀 店裡頭更誇張 擺放的名貴洋酒也全都掉了下來 證監店被砸得面目全非 損失更是難估計 由於二樓窗戶留下彈孔 懷疑可能遭到開槍警告 雖然現場沒有找到作案相知 但警方不敢大意 就怕有漏網之餘 已經組成專案小組 要追查來源一個都不放過 靜新聞黃紅節張季蘭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